还有谭松韵好漂亮 但是我必须要提提她 因为她是永远可以胜任高中生的那种少女脸 但是她现在也可以在不同的故事里面 可以轻松地拿捏年龄的跨度 我们有请我们的开奖嘉宾 青年演员黄轩 谭松韵 谭松韵 在中国影视界 王凯和谭松韵可谓是两颗耀眼的明星 他们分别来自湖北武汉和四川旭泳线 拥有着迥异的成长背景和职业起点 然而正是这两位演员的不同 让他们在《向风而行》中呈现出一段让人羡慕的爱情故事 谭松韵 生于1990年的她 以其出色的表演技巧和颜值备受认可 作为北影表演系的毕业生 自从2005年拍摄电视剧《好好过日子》 后就开始接触表演 后因在《清宫剧》《后宫》《甄嬛传》中扮演纯贵人一角而被观众熟知 如今她在圈内发展的还算不错 拥有诸多影视作品 像《最好的我们》 《以家人之名》和《锦衣之下》等 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谭松韵出道至今已有多年时间 拥有诸多影视作品 演技实力深得观众认可 若是大家对谭松韵有所关注的话 相信不少朋友也知道 她可是动灵女神 天生拥有一张娃娃脸 使她看着非常简灵充满少女感 33岁的她饰演高中生仍然毫无违和感 笑起来脸颊上的小酒窝鸡容易让人沦陷 王凯是一名实力派演员兼出色的流行歌手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她在影视剧的表现自然也是令人瞩目的 欢乐颂 狼牙榜 伪装者等作品 无不展现了她身后的演技功底 和对角色的精湛理解 此外 她的音乐才华同样备受关注 歌曲 《我曾》 《一次就好》等更是在乐坛掀起了热潮 不过虽然事业蒸蒸日上 但王凯的感情一直是观众的焦点 即使非常低调 但她的绯闻女友依旧不少 例如跟多部作品合作的王子文 陈乔恩 都被抓捕过有亲密举动 不过随着女方有明确的恋情公开 这些猜测也不攻自破 还有传出过与蒋欣的恋情 甚至还有很多王凯与蒋欣已经结婚的传言 两人在一起的传言是因为蒋欣的一条动态 在动态里 蒋欣不仅晒出了两人的亲密照 并且还配文她说她爱我 不过事后 蒋欣解释这只是一个玩笑 以前那会觉得自己挺帅 嗯 但其实帅也分很多种 我的帅不属于画面的 我属于传统帅 由于王凯的性格低调内敛 所以他还曾一度被传信取向不正常 看了相风而行 难得萧婷真的甜呢 两人的吻戏现场太疯狂 王凯拥抱着谭松韵360法师热吻 角度不断变换 两人还连续拍了四次吻戏 虽然正片被删 但眼间的网友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王凯开了口 不过他们这段红绿灯底下缠绵 却不像有的吻戏那样看着很恶心 王凯和谭松韵把双向奔赴演绎到极致 在片场王凯十分照顾谭松韵 花絮比正片还要甜 两人经常拍着拍着就对视害羞的笑了 简直不要太好磕 现场的导演都调侃王凯拍吻戏时 就像是在演自己 王凯抱着谭松韵眼神的那种拉丝 NG即便把谭松韵都吻到贪软在怀中 怪不得谭松韵在采访时直说王凯太会了 而王凯在听到谭松韵这么说后也是害羞的笑了 那么 很多人就问了在现实生活中 王凯谭松韵有没有可能呢 你们希望他们再次合作吗 哦哦 这个手 他太不严了吗